第一个我们就觉得物联网里面 它设备的数量非常多 如果想这个东西真的做起来的话 那么这个数量可能就不是说几千个几万个节点 而是可能成上亿个或者十亿个这么一个量级的节点 乃至更多 第二个就是说这些设备其实是非常的 这个叫什么叫易购 是非常的易购的 就是他们的可能用途不一样 软件硬件整个设计制造 然后说用的这个协议可能都不太一样 那么我们是觉得 你要如果做一个IoT的供链项目的话 其实是需要把这两者考虑到你的设计里面去的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IoTX做了一个比较开放的体系结构 然后来容纳这两种东西 简单的讲 就是我们用了一种主链加侧链的结构 那么主链的话 其实就功能是比较单一的 它主要作用是去保护整个网络的安全 然后去管理每一个侧链的生命周期 那么侧链的话 其实里面就可以做很多业务逻辑 所以这些易购的东西 可能在每一个侧链里面来说的话 就相对同购一些 就能做一些比较同质化的事情 对 然后这也有助于 就是说我们把不同的device 分散到不同的侧链里面去 不让他们所有的人全部在一张大网里面 这样会造成很大的一些问题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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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